大家好,我是雅琪,欢迎来到我的万事屋。 曾经有用户问我,雅琪,我有个双胞胎妹妹, 但为什么她吃肉都瘦,我喝水都胖啊? 因为她是一瘦体质,而你可能是一胖体质啊。 哈,双胞胎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? No no no,基础代谢不一样,差距就不是一点半点了。 我们今天就来讲讲,怎样通过提高基础代谢,养成一瘦体质吧。 基础代谢,基础代谢,Base of Metabolism,简称BM, 简单理解就是我们的人体在极端安静,一动不动的时候, 自然消耗的热量,像呼吸,心跳,尿液的产生的, 这些都是需要消耗热量的。 比如,如果你的基础代谢是1200大卡, 而你整天都在安静如鸡的发呆, 那这一天,你就会消耗掉1200大卡。 双胞胎的基础代谢不一样一点都不稀奇, 因为这个只会受到年龄、性别、身高、环境、种族的影响, 就算是同一个人,在不同的阶段都会不一样呢。 举个例子,很多女性生孩子之前号称怎么吃都不会胖, 但是生为孩子以后好像喝口水都能胖, 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,基础代谢会越来越低, 一个成年人,每时年纪带会下降2%哦, 所以你知道,为什么那么多人中年发福了吧? 不止年龄,性别也会影响代谢, 主要原因是女性的脂肪天生就比男生多, 同等重量的脂肪可以消耗的热量, 比肌肉消耗的少很多哦, 所以一般我们女生的基础代谢率会比男生低6%, 10%,当然健美的金刚芭比除外, 而辣妈妈如果生完小孩之后没有减肥, 囤积了很多肥皂的话,基础代谢就会更低了, 如何提升鸡蛋, 养成异兽体质, 不要节食, 我在强调第108变果, 想要健康减肥, 一定要按照自己身体的预算热量来饮食, 更不要一点主食都不吃, 不知道自己预算热量的, 打开薄荷健康APP茶一茶有足够的热量, 才能保证我们身体正常的代谢, 然之也需要热量的呀, 如果你之前有节食减肥, 恢复饮食之后, 体重是会变重力丢丢了, 这是很正常的, 咱们不用担心, 先把身体良良好再来减重, 好好吃早餐, 我们一天的代谢水平, 是从早上开始逐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慢的, 也就是说早上的代谢是最旺盛的, 如果早餐不足, 一整天的总体代谢水平都会偏低, 会少个300, 400大卡坡, 这本来是你坐着不动, 就能消耗的热量哎, 你想想, 这么热的天, 像我这样的体格, 在健身房跑到累死, 一个小时也就消耗300多甲, 又没有觉得很心疼, 适量运动, 肌肉是能量消耗的主要场所了, 它的量直接关系, 到新陈代谢水平的高低, 如果肌肉量增加, 肌肉强度提高了, 意味着你的日常能量消耗就会增加, 更有利于减肥了, 你可以20分钟无氧加30分钟有氧, 在凑肌的时候, 日常的饮食中, 可以将蛋白质提高至30%, 比如午餐多吃一份肉类, 原本你可以吃一个爪心这么多, 现在可以吃到两个爪心, 记得吃白肉或者瘦肉末, 不熬夜, 多喝水熬夜的坏处大家都懂了, 不必再说多, 而喝水可以帮助提高新陈代谢速度, 及时清理体内代谢废物, 使你保持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,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喝水, 多尿尿, OK, 以上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, 还想听雅琪讲什么知识点呢, 可以给我留言哦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